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修行是一件很幸福 很快乐的事情 很开心的 我会不会开心过了头 因为我知道肯定还有我内在深层没有找出来的东西 因为我对苦的那种体应不是很深 因为对苦 因为本身没有吃过什么苦 一路走过来 因为都别人在吃苦 真的 就是说 你两眼一瞪别人都不敢吭声 那我还是挺温柔 好 来 继续 是自我在逃避看到自己的领黑 是自我在逃避看到自己的领黑 还是什么 我需要成长 师父 请师父开示 那你觉得你怎么样乐过头 因为不是要吃到苦中苦 放置田中田嘛 然后我怕没有吃到苦头 自己道心不精进 然后就怕自己就是说 会没有那种精进力 先是这样 你也需要在立缘对境中 你现在学习要认真学习 再来要练习去行道 练习去为众生服务 进一步要懂得去创造 要懂得去创造 你快乐 要把你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利益众生 所以要懂得去创造 对 我对行这一方面 觉得自己确实没有行出来 对 有被包裹的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要进一步要去自我突破 在跟众生结缘服务的过程之中 要去看到 我们真的能够把来到与人相处 没有二元对立吗 能够真的和谐 越来越兴旺吗 所以那是具体的检验 你的快乐是真的吗 所以这个就是要透过去创造 去服务 然后在与人对境中 再把我们那些深层的问题要激发出来 把我们那些毛病习气要激发出来 再移的去进化 不然的话 人很容易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 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 一直都停留在原来的层次 没有突破 但是等到以后重大境界考验的时候 就又经不起考验 生命也没发挥出来 这样就太可惜 所以要虚心的学习 然后练习去行道 要去创造 来 有一个观念 请大家好好体会 如果你真的心中有道 你心中有道 你的所作所为就会有德 你有道有德 你本身就会像一个磁场 他会吸引各种能量 善因缘过来 不是那些朝风引迭的那种吸引 来 大家好体会 那种不甘寂寞 然后到处在朝风引迭的 那是他内心的空虚 要吸引异性 这个后面都会招来更多的问题 烦恼 那个不是我所讲的磁铁 如果你真的体到浸泡 再到越深 那你又能够去行道 从道出发 从良心出发 去行善积德 你本身就会具有一种磁场的作用 就像 德雷莎修女 一个人 但是他却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力量出来 包括甘地也是这样 都是有道有德 所以 一个人 但他却可以凝聚出非常好的磁场出来 所以 我希望大家 不是在那里 靠嘴巴 在那里 宣传 夸大 自己怎么样行 自己怎么厉害 那些都是多余的 这个叫做自恃 自欠 自夸 那个都是 道 的 累赘 也就是那些都是多余的 也都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不要在那里自我夸大 自我炫耀 没有必要 你就真正的去做 要真正做出德行出来 而这个真正的德行所做出来的 他一定是利益社会 利益天下苍生 不会去害人 那才是真正的德行 你只要是真正有德 所谓有道 多住 这样知道 如果有很多人 他就是 喜欢夸大 吹嘘 你表面 把他声张的 声势很大 很厉害 但是 那种是 靠吹嘘 夸大 甚至靠欺骗 而来的 本质上面 他就 没有在 行善积德 那些呢 到后面 都经不起考验的 就像一个气球 吹得很大 但是 静接一考验 就马上可以戳破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来到真实的 做真正的事情 真正的善 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欺骗众生 不要欺骗社会 所以当你实实在在的去做 真正的行善积德 就会积累出来 真正的快乐 是来自于做利益 众生的事情